立即停工 正义未解决 立即停工 约十多位的加入兰部落的主人在第四公墓前高喊着先行停工后协调 兰会在走进公墓时受到警方的阻止引发推急 主人不满台东施工所对公墓的开发没有做好沟通协调 就进行施工 部落主席要求在正义未解决前先停工 也有主人表示地幕不清 正义未解之前我们希望请台东施工所立即停工 其实这个土地名目尚且未明 从屏东港回来的族人也强烈指引施工所对于土地将来会交给部落空口无凭 资本卡地布部分族人也前来申援 台东施工所也有回应 土地的管理单位有来吗 拆装机有来吗 没有 像他们那个决议根本就是不可行的决议吗 我们这边这个要把它当作原住民土地可是原民会不同意 他是说不符合这个 我们还是把它当作原住民土地 接近中午主人试图要进入公墓要祭拜祖林 遭到警方的阻止引发推急在协调下警方浪步 同意族人进入墓园 年长的法医看到墓地被怪手拆除破坏 心情也沉重下来 面对族人的坚持停工 台东施工所紧急召开协调 对于土地拨用问题再度有所交锋 族人希望施工所能白纸黑字 施工所则表示公墓要清空才能拨用 台东市第十公墓和第六公墓都是台东市公所在民国99年 以开发观光城乡发展为由计划拆迁的公墓 如今因为都涉及到原住民传统领域开发争议 到现在仍未解决 第六公墓已诉诸行政法院 第十公墓也因为协调卫国 未来的发展如何也受到关注 记者弗洛卡扎弗亚台东采访报道